近日,随着中餐厅的热播,节目中的经典CP小燕子和武阿哥一直被观众热议,也是大部分的网友看这部综艺的动力。 果不其然,这对经典荧幕组合实在是不负粉丝的期待,在节目中,两人的互动频繁,表现得十分亲密,简直是原了CP粉的梦想,武阿哥苏友鹏还经常拿小燕子来调侃赵薇,甚至唱出有一个姑娘,她有一点韧性,惹得赵薇大喊,苏友鹏这一小细节足见两人的深厚情谊。 第一次看环珠哥哥的时候,我们总是以为这对搭档是真的情侣吧,无论是武阿哥还是小燕子,在对视对方的时候,都是灵气十足,眼神里充满了无限的爱意。 当时,小编真的希望两人能够假戏真做,这对老搭档不仅在节目的默契十足,在节目外的合照,也是十分的亲密,令人仿佛回到那个国民追剧的夏天,仿佛小编突然回到环珠哥哥热播的时候。 好,现在,二十年后,赵薇果然不负众望,找来了自己的好朋友苏友鹏共同上节目,还登上Cosmo的九月杂志封面,大家心心念念的这对勇艳CP终于又再度同框了。 两人这次同上Cosmo的杂志封面,尽管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,两人的互动还是那么甜蜜,在这张杂志封面里,二十年后,苏友鹏已经不再是那个,洋溢着青春和满油气的少年小生。 赵薇也不再是那个全民追捧的国民女神,而是更加成熟,稳重,事业有成,岁月让苏友鹏现在,有些像个中年大叔,让赵薇也经过一轮轮的发胖和减肥。 两人的关系看起来,也不像戏里那种小情侣的感觉,而更像是多年的老友,两人的关系反而变得更加稳固了。 但是,岁月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,我们的五阿哥看小燕子的眼神,难怪不少网友大呼,这就是我心中的五阿哥与小燕子,这还是瓦哥看小燕子,那宠溺的笑容和眼神啊,这一点是骗不了人,虽然两人现在只是朋友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